台湾机车族众多 在国外人的眼中早已经不稀奇 只是韩国一位网红却发现 台湾女生竟然会骑机车载男生 让他想都想不到 活了五六十岁的人 可能从来也没有看过女生骑车载男生 所以我们韩国人来台湾之后 看到女生载男生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台湾的女生好帅 有点想依靠的那种 文化差异加上生活习惯大不同 台湾对于骑车男生 可不可以被女生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韩国的冬天非常冷 而且会下雪 天气的原因加上很多 他们骑的都很危险 所以在我们韩国文化当中 骑机车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虽然韩国人对骑车想得好像不简单 但对台湾人来说 却是再也稀松平常不过的事了 不会 如果对方他可能没有驾照 Fly Nuts 就猜一下而已 其实排斥是不到 说女生骑车载男生 让外国人很意外 还有像打招呼用嗨开头 网路很便宜 和一些其他地方 也都让韩国人想都没想到 台湾跟泰国是不同的地方 我们韩国人与人之间 我们用嗨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外国的网路很便宜 第四点 在捷运里面不能吃东西 也不能喝水 这是我们韩国人很会犯的错 他们都担心说 台湾人都不是很不喜欢韩国人吗 这真的是例如我的韩国朋友们 来台湾之后 都会惊讶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韩国咖啡厅 真的是很多 韩国的咖啡厅 比全台湾的饮料店 全部加起来都还要多 然后在麦当劳 他就拿自己的信用卡给店员 然后店员就在那边 电视节目当中有字幕 虽然文化差异大不相同 但只要互相尊重 不管去哪 大家绝对都能发现 不同文化的趣味 记者杨植玉组络报道 点订阅 ING